嘿嘿,这一边呢 它不是冲,它是叫做蒜 所以今天我们要抄蒜 首先呢,我们先要把这个尾端把它切掉 清理之后就变成这样 好 再根部呢,我就把它切成这样 然后就是它的那个芯 这个是叶子,叶子就切得比较小 这样子呢,炒起来就不会 这种刺起来就会有趣趣的感觉 然后这个就比较容易炒 将蒜叶和这个蒜的这个芯呢 分开清洗之后呢 我们就准备要煮了 然后就再加上一些烧肉 首先将锅里的酒热一热 这个锅呢,其实不用放太多油 一点点就可以了 先我们热一热锅,然后放一些蒜的清洗 先我们爆香蒜米 用蒜叫浆米 炒煮好了 现在我们看到蒜米热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先热一下 就算了,那个比较硬的部分呢,就先放进去炒 炒的味道就很浓,蒜的味道 在我们炒的时候呢,我们可以看到它差不多熟的时候呢,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它的叶子加进去一起调料 这时候呢,我们放少许的盐 这时候呢,我们就可以加入这个烧肉 这个烧肉 这个烧肉 哦 哦